各个管党长梁在特别的方业会报当中 除了向民众报告上新的疫情发展 以及来上官的方业措施 也特别邀请各个官好好 让你人员协会理事长 分享好好尊敬第一山 集团组疫苗的感想 疫情之下不能无论 管党长梁说在疫情感觉四季 台湾人爱作会共同南观 因此已经需要就做 好好的专业部的竞争来协作 非常感谢民主委好好的导致的奉献 但有关说 各自资源6月16日 在台北市的英勤各种中处 时代顺势10分的流程快速 非常感谢管党在疫苗 扩大之前的第二天 日子修正当算 让中部的疫苗 可以进行设立 今天防疫快报 特别跟大家做报告 有关于疫苗 现在的失蹈状况 还有我们现在正式开放 80岁到84岁 那整个的施打 那相关大型的接种场 那包括有一些是巡回村里的 那都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今天特别请到我们 校户协会的理事长 陈立坚陈理事长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这次校户啊 全部总动员 那参与这次的大型注射 那所以说这次实际上除了医师工会 那还有卫生所人员以外 那还有教育处的每个学校的校户 也都全部投入 那我想我对未来的大型注射 非常有信心 因为有这些人的投入 我相信 以他们的专业 一定可以做好大型注射 那能够让台湾很快具有群体防污力 那在这边谢谢大家的关心 那整个的疫情基本上是持平的 没有新的确诊案件 跟大家这边做一个报告 谢谢大家 针对疫苗时代的进行 广东张良这次 在今天正式开放 80到84回的老师大时代 并在此感谢这次疫苗较大注射 除了有医师工会 卫生导致员 竟动员全体好好前面投入 对未来大型疫苗注射 非常有信心 在全体议员的投入之下 相信他们的争议 一定可以做好大型注射 让台湾尽兴肯有全体恐慌力 黄疫如同作战 嘉义县启动了符合在地 以及黄疫需求的应变措施 首先我们透过村里广播系统 让乡亲第一时间 就可以知道政府 要大家配合什么 不管是端午节 请大家打电话给亲友 请他们不要回来 或者是市场的分流管制 跟开华 都是借由我们动员村里长 每天定时在做地方的广播 第二我们录制了电话语音的宣导 哀家哀父固定时段 拨电话给我们的乡亲 做一个人刚才会跟我说 说官长 我有接到你的电话 而在大林大普美泡茶群聚案发生以后 我们马上录制了 专门为大林镇的黄疫所做的版本 同样透过村里长做广播 包括整个所有的电话语音 跟大家做提醒 所以我们希望在不同的区域 做信息的告知 让防疫策略更加的灵活 第三 为了知道感染是否扩散 以及我们地方的乡亲 我们必须要安他们的心 所以我们发生确诊的村里 我们会做扩大PCR的筛检 因为发生极其的家庭群聚的案例 我们提升了PCR 裁减的量能 防止社区感染 扩大的可能 卫生局人员第一时间连续医疗系统 不管是大热天或者下雨 他们都非常辛苦 在第一线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 团结防疫 守台湾 面对疫情 病毒才是共同的敌人 嘉义县做了相当多的防疫部署 我们希望民众 大家可以安心 大家一起 共同来打赢 这一场战胜病毒的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